我完全沒有推薦任何人跨越黨派能夠化解對立的人選出現 我們就會進行提名 省建小組是負責所有監察委員的提名 那針對院長副院長是憲法賦予總統他直接來提名 那麼總統要我跟大家報告 對於院長副院長的人選是他盡以提名 對於現階段的各種揣測 請大家先不予做任何的這個預測 總統是基於超越黨派化解社會對立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才決定提名黃建廷前縣長來擔任這個副院長 我是5月20號才到總統府 所以在監委的省建的過程 我完全沒有推薦任何人任何人選的被這個提名 其實我是都不曉得是最後經過我要送請立法院 知情同意我才知道人選 第二剛才我已經特別跟大家報告 在適當的時機能夠達到我們的目標 要跨越黨派能夠化解對立的人選出現 我們就會進行提名 字幕志愿者超過 你還不想說 明天 詞曲線